在本节视频中,我会给你们讲卷积的概念 这还是为数不多的首次数学家们根据其功能来命名一个概念 我们要对函数做卷积 在本段视频中,我不会沉浸在卷积的直观感觉上 因为看待它,我们有很多的方式 它有很多不同的应用 如果你是一名工程师 你就会用连续或者不连续的思维来看待卷积 或者其他的方式来看待它 但是在本段视频中,我希望你能对卷积的概念感到亲切具体 特别是在Laplace变换情形中 卷积定理 在我们说到卷积定理之前,我们来定义什么是卷积 假设有一个函数FT 做F新号G 它的意思是对F和G做卷积 这是一个关于T的函数 目前为止,你们对我所写的东西应该不是明白 因为我还没有定义 这有点像SAT中的考试题目 A triangle B定义为三分之A加B 这有点像百经济独立,没有着落的感觉 我需要用类似的方式定义卷积 我来擦掉刚才写的愚蠢的东西 卷积的定义 它有很多的定义 但是在这里用的是在连续条件下的定义 它是FT-tauGt 从0到T的积分 我在这里写出来 抱歉,是乘上G-tauDT 这个看起来有点奇怪 你可能会说,sell,这个式字怎么来计算 为了消除你的疑虑 我们来计算一个卷积 事实上,找到一个很好计算的函数是很难的 你会发现为了计算这个东西 我们需要利用的三角横等式的知识 定义FT等于sinT 我定义cosT 我换种橙色的笔 定义Gt等于cosT 现在来计算这两个函数的卷积 因此F与G的卷积 这是一个关于T的函数 它等于这个 我只是想告诉你怎样使用积分 它等于这个积分 用紫色写吧 从0到T的积分 这就是FT 它等于3T-tau Gt 这是Gt 因此Gt等于cosT 即cosT D-tau D-tau 这是积分 我们来计算它 我们需要用到一些三角学中的知识 我们来计算一下 这是关于三角学和积分学 很好的方法 我们来计算这个积分 我想在本节视频中计算这个积分 因为我想告诉你们 这个卷积并不是抽象的玩意儿 你可以计算这些函数 因此我首先要做的事情是 我不知道它的不定积分是什么 这个看起来很诱人 有正弦和余弦 也许它们互为不定积分 但是这是3T-tau 我把它重新写出来 3T-tau 利用三角横等式可知 3T-tau 等于 3T乘以cosT-tau 减去 事实上我刚录制了一段视频 在视频中我复习了所有的三角横等式 只是供我自己复习 当然也想录制一段更好质量的视频 如果想做替换 在任何三角学和微积分书中 都能找到这个式子 你能得到F和G卷积等于 我把它写成了F 星号G 它等于从0到T的积分 不是算T-tau 我在这里写出来 算TcosT-tau 我需要对于tau和T很小心 T和tau tau和T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那么这个就是DT 抱歉 这个是Dtau 在这里我要十分小心谨慎 我把cosT分配到括号外面 会得到什么呢 它等于F和G的卷积 我想我可以称之为F星号G 它等于0到T的积分 算T 成以cosT 成以cosT 我只是把cosT放到括号外面 这是cosT减去 我把cosT写在前面 我之所以这样写 是因为我是关于tau做积分 我把cosT写在前面 这就是cosT 成以cosT 成以cosT Dtau了 由于现在的背积部分 是两个式子相减 因此我可以分别 对着两个部分求积分 它等于 sinT 成以cos的平方tau DT 从0到T的积分 减去cosT 成以cosT 成以cosT Dtau 从0到T的积分 接下来怎么做 为了进一步简化 你需要铭记在心 是关于什么做积分 我在这里要小心 我是关于tau做积分 我刚才写了一个T 我们是关于tau做积分 所有这些这里的cosT 它是一个常数 sinT也是一个常数 T可以等价于5 尽管其中一个5 积分线是T 但是还是无所谓 T可以是5 在本期中所有都是常数 我们只是关于tau做积分 如果这里是cos5 它就是一个常数 我们可以把它们 从积分中提出来 它等于sinT乘上 cos的平方tau 从0到T的积分 减去cosT 这是一个常数 我把它提出来 乘上sinT乘以cosT DT 从0到T的积分 这个不定积分很简单 你可以做变量替换 我不想先算了 还是写出来吧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不想再省略步骤了 定u等于sinT 那么dU等于cosT DT 它是sin的导数 我可以写成 du等于cosT DT 我会在最后计算数值时 把原来的式子重新带入 这个有点像猜谜 我不知道cos的平方tau的 不定积分是什么 它的结果不是很明显 为了计算它 我们需要利用一些 三角横等式 在以前我录制的一段视频中 它应该不是上一段视频 我证明了cos的平方tau 我用tau作为例子 它是等于 二分之一加cos2tau 你会再次发现 这是任何微积分书本中都有的 一个三角横等式 我可以做变量替换 在这里做替换 我们来看看积分变成了什么 第一个式子我在这里写出来 我得到了sint乘上这个式子 从0到t的积分 为了式子简洁 我把二分之一提出来 我把二分之一提到外面来 这就是二分之一 结果就是 1加cos2tau 关于dtau 这个就是第一部分的积分 这个积分再减去 cost乘上这个积分 我在这儿写得明白些 这个积分的上下线是 tau等于0和tau等于t 对于这个式子 我来做变量替换 如果u等于sint 那么这个就是u 我们证明了du等于cos 抱歉 u等于sin 算套 我们证明了du等于cos d套 因此这个式子就等于du 整个变成了udu 试着做一些有用的东西 对于这个积分 它的不定积分是很简单的 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我把这个写在外面 我们有二分之一 乘以sint 我们来求这个式子的不定积分 它等于tau 加上这个式子的不定积分 也就是二分之一 乘以sin二tau 我们可以用变量替换来做 令u等于二tau 然后把所有的都替换 但是我想你可以凭感觉做出来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只需求这个式子的导数 二分之一sin二tau的导数 相乘对里面的式子求导 这是2 2和二分之一抵消了 那么它的导数就是cos2tau了 我们从0到t求值 得到了-cost 求这个的不定积分 我在一边写出来 udu的积分很简单 它是二分之一u的平方 二分之一u的平方 u是多少 u是sintau 不定积分等于二分之一u的平方 而u等于sintau 等于二分之一sin的平方tau 我们对它从0到t做积分 甚至不用变量替换 通常在脑子里就做出来了 我们看到了sintau costau 如果有一个函数 我想求它的导数 我可以把这个函数 看成是关于x的函数 结果就是x的平方tau除以2 和上面的结果完全一样 看起来我们快要搞定了 我们再求sintau 和costau的卷积 我们得到了二分之一sintau 如果我在t点取值 会得到什么 得到t加上二分之一sin2t 这个就是在t点的取值 这个式子在减去在零点的取值 也就是减去二分之一sin2乘以0 也就是散零 这一部分这整个式子 能化简称什么 这是零 这里散零等于零 所有都是零 因此第一个积分就化简称了 式子二分之一sint乘以 t加二分之一sin2t 好的 那么第二部分化简成了什么 减去cost 这整个式子在t点取值 你会得到二分之一sin的平方t 减二分之一sin的平方 0 结果是0 所以就是减去0 目前为止我所写的式子都简化成了 我把这个乘到外面 这是二分之一 我换一种好看的颜色 二分之一t sint 我只是把它乘了出来 加上四分之一sint sin2t 这里有负二分之一sin的平方t 乘以cost 我只是把负cost和括号里面的式子相乘 就得到了这个结果 这是一个有效答案 但是我感觉还能进一步化简 也许可以利用一些三角横等式来 这个式子看起来可以简化 sin2t能用到另一个三角横等式 这个式子在你的课本上也是随处可见 它等于2乘以sint乘以cost 如果把这个代入进去 整个表达式就等于什么了 第一项我们得到了 把屏幕往下滚动一下 我们得到二分之一t乘以sint 加上四分之一散t 乘这个式子也就是二散t t乘以cost 没有人说过这很简单 但是希望这个能有启发性 至少它让你知道了 你并不是把三角横等式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把整个式子都重写出来 还是只写出这一部分吧 它等于四分之一 看看哈 四分之一乘以二 四分之一乘以二等于二分之一 再乘上sin的平方t 对吧 这个sin乘以这个sin 等于sin的平方t cost 最后一项是 负二分之一sin的平方t cost 很幸运这两项消去了 当然前面还有一项 第一项是二分之一t sint 这一项和这一项就抵消了 剩下了第一项 尽管问题看起来很麻烦 但是结果还是挺令人满意 二分之一t sint 我们只展示了卷积的 根据定义 我把结果写出来 我感觉像在石头上写字一样 因为写的太多了 因为ft等于sint gt等于cost 我只是展示了f与g的卷积 两者都是关于t的函数 它定义为ft-tau g-tau d-tau 从0到t的积分 这个积分等于 我换种颜色写出来 它等于 sin-tau g-tau d-tau 从0到t的积分 这一堆东西 这个卷积 等于 结果很简单 等于1t sint 我之所以要算这一堆东西 为了唤醒你关于三角横等式的记忆神经 并且重新证明了一遍 只是想给你证明这个卷积 尽管有点奇怪 但是你确实可以关于具体函数求卷积 并得到具体的答案 因此sin-t和cos-t的卷积等于1t sin-t 希望你们能有直觉上的体会 哦不是直觉的 但是你至少要有关于卷积的 细算的 初步理解 细算是等于 这是麸杏或是 各位感谢 也是 有块 算是 Jeffrey 是